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峰 经常有朋友问起 哪种钱币收藏价值很高 能保值增值 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 它的发行量不大 然后整个设计制作都非常的精美 镜头转换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庐山真面目 别看它面值是100元 实际上这两张纪念钞非常的值钱 它是迎接新世纪纪念钞 然后背面是飞天 还有就是中华世纪团这种主图案 发行年份在这个地方2000年 非常的早 2000年又叫做迁徙农链 所以说这种纪念钞在收藏思草上面 被称为迁徙农钞 四季农钞 或者简单的叫它农钞 这两张农钞都是爱常公司评级的评级币 为什么会把它发起评级 因为装在这种评级带里面 避免我们用手直接去触摸它 然后保存起来也方便一些 号码非常的普通 06871427带了47 然后这一张 同样它的号码很普通 06871475都带了47 品项非常的好 达到了EPQ 66分两张都是 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两张是单张全新品项的全品 如果是裸币 单张全新的 像这种号码 比较普通的 目前在收藏市场上面 大概就是1800左右 一张 如果说不带47的号码 要比带了这种47的 要贵一点点 还有就是 如果是年号的 比如说标准10年号 还有就是100张年号的刀币 都要比这种 闪张的要贵一些 标准10年号 一般平均会 滑到2000一张 那么一整刀100张年号的 刀币就更贵了 还有就是 闪张的里面 号码非常好的 特殊号码 比如说尾三童的豹子号 尾四童的狮子号 尾五童的老虎号等等 这些价值也很高 比普通的 至少要贵几倍 相对于去年年前 这个价格是有一定的回升的 还有就是 因为明年是农年 现在有很多朋友 都开始在储备这种农超 在整个收藏市场上面 现在也是非常热门的地种 为什么世纪农超 它的面值100元 单张的价值那么高 增值了至少18倍 因为它的整个发行量 非常的少 总共只有1000万张 而且发行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23年时间 我们中国人都被称为农的传人 所以说有农这种图案的 纪念币也好 钞票也好 还有就是股钱币也好 基本上都是比较热门的品种 比较受大家喜爱的品种 不知道大家家里面 还有这种世纪农超没有 都可以去看一看 品项怎么样 价格怎么样 这两张农超 我是在收藏市场上面 1700一张 从市场上面收过来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 关注 收藏 转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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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